署長以及我們健保局局長 署長還有局長 署長好 武中保衛心智 引發民間 監督健保聯盟 以及消機會 醫改會 還有本 本黨委員強烈質疑跟不滿 那行政院 已經拍板決定 2013年 元月份就要上路了 這中間 毫無這個 改變的可能 我們一直在期待說能夠暫緩實施 但是好像行政院非常堅決 署長 一旦執行 我想後果不堪設想 我要提醒 後果不堪設想 我今天看到報紙 政府實施設十歲 一年半來 原來財務規劃是一年可以增加 政府財政收入150億 結果一年半來 才增加五六十億而已 你今天 補充保費的實施 你的 這個 預期的補充保費的收入 我們本來預期說每年可以增加 兩百零六億的 補充保費收入 那其中包括雇主大概一百億 那 個人大概也要將近一百億 那你現在把這個 提高單筆收入所得的 扣角上額提到五千 又減到三十億 那剩下一百七十億左右 那請問你 那個是減完以後 兩百三十六億 減完以後現在兩百億 兩百零六億 所長 明年一整年的時間 你的 你的預估 大概可以說多少 我想就是兩百零 你有信心嗎 有信心 執行率不到的話 你要不要在這裡做 政治上的宣示責任 我想這個是 健保局估的 好不好 你敢不敢在這裡做 政治上的宣示責任 不是 要不然浪費這麼多社會成本 整個人心惶惶 然後整個民眾一頭霧水 我們到現在被問了 我不曉得怎麼辦 我既然執行了這個政策 我一定會負責任 你們兩個都負責任 我一定負責任 多少 給你們講個數字好了 你自己講 包括委員 我們有信心 可以達到兩百億以上 兩百億以上 如果沒達到呢 沒有達到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你先下台嗎 還是保守一點 一百八十億 打個九折 我覺得 政府在 在各種 這個目前的財政規劃上 這 要 建前整個健保制度 然後 要現在實施 澳大健保 對 大家忙了 那麼多年了 結果出來的政策 到最後 我們的執行機 效益評估 竟然是有問題的 我剛剛擠 這個奢侈稅 為例 原本就是要一年 大概一百五十億 現在一年半下來 才收了五六十億而已 所以我很擔心 你今天這個 你這兩百零六億 明年一整年下來 搞不好說不到一百億 我請教你 這個 我這裡也列舉了幾個 澳大健保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它 是不是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比如說 起徵點 五千塊 是不是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第二個 訂定 十八歲為 繳會 年齡的門檻 是不是有違反 法律的保留原則 對不起 法規會員們在 來講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個 法律保留的意思就是說 法律 訂 要不然就是 法律可以授權給 給法規命令去訂 那如果說法律有明確授權的話 那應該是還好 你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訂兩千塊嘛 你現在提高突然提高五千元的話 是因為社會的各種 民眾跟銀行業者的反彈 現在調高為五千嘛 對不對 你這樣是不是 你任意設定整個金額 而且你執法 也一頁母法的問題 因為你在 你有衛生署之前有一個預告 全民健保扣取 及繳納補充保會辦法裡面 扣費醫護人給付第三條 第一項各項 所得時 言你以單次給付金額 達新臺幣 兩千元以上 那你後來呢 你又調高為五千元 這個就是 保留原則嘛 好 那個大概我特別提一下啦 其實這個是在 對考量的弱勢方面的 特別是兩千到五千大部分都是弱勢 那同時也做過很多的問卷 那另外也有 我們委員也提出這個附帶決議 對 而且這個是一個法律授權的 我想他授權我們來做 我們當然在最符合民意的原則下 來做這個 定這個下限 這個你們這樣解釋齁 是你們的解釋齁 那 18歲以下 18歲 你們沒有考慮到這個年齡的這個門檻齁 衛生署這個同伴法規定18歲以下 兼職所得低於基本工資者 扣取補充保費 問題 是18歲以上 若所得低於基本工資 其生活處境 更加可憐齁 例如學生 這個 學生這個貸款的打工主 還有這個 聯名門檻 以金額門檻 同樣涉及國民的 潛力義務 應該是以法律來定制的 你們 以辦法來規定齁 這個也是有 執法違反民法的規定 也是有明顯違反 法律的保留原則 這個部分你們怎麼解釋 報告委員 其實這塊確實是 我們之前在立法院幾次 在做報告的時候 那大院的委員 有特別的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 認為說我們這個補充保費 在某些部分 應該特別針對特定的弱勢者 要給予他特定的考量 那所以衛生署這部分 也是非常尊重委員們的意見 那我們就盡可能的收集委員 對這方面可能的看法 我們把它做一個整理之後 那定出了幾個特殊的樣態 特別給他考量 那當然任何的規範 只要有一次性的規定 難免都會有掛一漏腕的地方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地方 沒有辦法說 百分之百都能夠照顧到每一個人 但是至少那樣的原則 絕大多數的弱勢者可以被照顧得到 現在你們講這麼多解釋的原因 剛剛這跟法 這個法律有這個抵觸的地方 還有不公平的地方 還有這個沒有效率的地方 還有不便敏的地方 整個二代健保其實就是這些問題 我們一直覺得說不可行的地方 沒有效率也是事實的 為了徵收這些補充保費 政府的相關行政機關 要發揮那麼多的金額 行政成本太高 還有我們整個補充保費的收支 將來會達不到議期的一個可能性 以及未來我們利息所得的菜單的風潮 在實施之後這個都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覺得說你今天要提出這個法案出來 我很擔心會像證索稅 會像奢侈稅一樣 到時候我們的理想設定得非常好 都是實驗室的理想值 結果到民間又引起一番名豔 所以我很擔心就是說 剛剛回到原來的問題 到時候收不到206億 搞不好只收到100億 到時候我都會要求署長跟局長你們要負責 因為這個老民傷財 這個法案真的是有問題 以上 謝謝 我想這個我們都會注意 陳歐破委員對書長特別好 問你有沒有辦法有信心達到目標 要不要負責的 不過要對的 但是不要對書長好 結果對人民不好 那就很糟糕了 接下來請楊委員要 接下來請楊委員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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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